- 冷月的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今天我们来玩破局三国中章 那今天我们要来讲什么呢 非常简单 今天我们来稍微的介绍一下 女娃套装 男友最近在拼赛季 所以说 没凉又没冰 状况很尴尬 我把所有的自动箱全部都开掉了 导致现在一点粮食都没有了 好那我们就先来直接讲重点吧 女娃套装是二合出来的套装 也是目前表定上有价位最贵的套装 它跟福西一样都要储值20万 才能够把女娃套装整个满破 一定有人会有疑问说 轩缘套不是应该才是最贵的吗 轩缘套其实只要你 一开始进入游戏的时候 你是柿子 然后你的老大 又是那种超级大课长的话 每天让你拿那种一两万元宝的话呢 你存到轩缘的时候 是可以无刻白嫖的 但是女娃套装就不一样了 它是一定要你储值20万黄金 也就是10万台币 它是一定要花钱才能拿到的 所以呢 它跟福西是目前表定上 已知最贵的套装 那女娃套装是什么呢 女娃套装主要分为这五个部件 效益是 英雄智力加12 魅力加20 统帅加12 金锅四围再额外加5 对男性增伤 受到男性减伤 兵种减伤 损失兵力效果有减免 以及前军防御100 兵力加1500 侯军加500 兵力加750 倾国呢 会在远战首回合发动 而且发动一定会暴击 然后从远战第二回合起 每三回合发动三升造化 恢复我方前军800到2400的兵力 基本上它就是一套 偏向续航力的套装 而且是适合 女性 或者是续航将 所使用的 很多人会有疑问 这件套装 适合谁用呢 其实这套套装 有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 叫做神雕禅 神雕禅 其实非常适合用 女娃套装 因此如果你有玩神雕禅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一定要把 女娃套装 刻到整套全金的 再来第二个适合用的人选 叫做神孙策 我们神孙策终于媳妇熬成婆了 在二合之前 神孙策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但到了二合之后 女娃套装刻满 神孙策就有一定的一席之地在了 为什么呢 神孙策主要是靠反击来打伤害的 而女娃套的特效收益 三声造化 就是让你回血的 而且是回前军的 刚好孙策的反击 也是靠前军的 两个套装相性 其实很接近的 但是呢 孙策会拿不到 金锅的额外视为 以及清晨的效果 但是并不影响 他本身对于 这个套装的相性在 女娃套装目前最主流的玩法 就是神雕禅跟 神孙策 这两个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玩 这两个角色的话呢 建议你20万 还是把它处置下去吧 毕竟这套的强度 确实是有一定的 摆在那边的 而且素质也不差 好 那女娃套装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有人想看素质 以及价钱 那我就顺便来讲一下 好 今天的影片 大概到这边 准备结束咯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 更好的idea想跟我说的话呢 也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 一一回答你的 人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